果然的答案 实地公园一起去现场查看 看起来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近完工了 基本上是已经完工了 是 处长我们在1月4号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四位议员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公听会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可以针对第二期的这个用地 跟农业组讨论一下 这个用地的业组管机关到底是谁 那第二个问题是 在一个月之内跟卓兰政公所一起来讨论 那个时候剩下最后的10%的职批 然后还有跟生态专家一起来讨论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职务来制作 请问这一个月之内 我们有跟生态专家 还有卓兰政公所召开这个会议讨论吗 这个跟议员报告 我们公听会完以后 水利署就有来做督导 那天卓兰公所有来参加 那相关的这个 就是团体来参加 他们有提供相关的诉讼 给这个专案公所 我们也要求专案公所能够听 能够接纳这个 NGO传体所提供的诉讼 那现在目前它 市立公园 它原来设计好的这些景观之災 那我们也请它说 是不是能够更换 那因为 发包拨全不在我们手上 结果他们还是把它按照原来设计的 把这做一些景观的灌木 跟一些草皮它把它铺完了 那这部分后续第二期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从台电得到的一个资助管 那是这个资助管机关因为它是直诉 那原则上我们跟农业处讨论完以后 我们还希望 专案公所把这个相关的 新版计划能够报到县政府来 然后由农业处转到我们的这个 環保局去认定是不是要合并面积来 要不要实施完毙 那目前 专案公所目前还没有把计划出报来 是 因为之前已经采购了这些纸批 所以 专案公所在召开了这个会议之后 他们还是按照原本的计划 种植这些景观植物 那这些生态专家的意见 还有我们那天在工厅会里面 所开的这些东西 专案公所完全无视吗 那对于水利处的员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假如说专案公所没有办法去接受NGO团体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他假如说我们给他的建议他也不接受的话 那可能后来以后专案公所所提的任何案子 他的生态检核机制或生态检核的这个资料 不是很完全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连帮他提报到中央 我们可能都会把他打回到 好 谢谢署长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回复非常肯定 那因为这个案件其实昨天在新闻里面 监察委员其实也有提到 当初是利益良善 因为为了从博主管理的角度 来建立一个公园 但是呢后来因为会发现在师傅 可能会在这边活动 然后加上民意了许多对师傅的重视 所以才导致后面的这个争议 那我们也希望处长未来在所有的案子里面都能够注意 因为苗栗是师傅很容易出没的热区 所以未来在所有的工程上面一定都要注意 好 谢谢署长 那我接下来请公务处 署长 那我也是延续着师傅的问题要来询问 在这个月一月的时候 苗栗已经走了三只师傅 因为路上 请问一下署长 我们在未来所有的新建的道路上面 有没有纳路针对师傅 不管是生态狼道 我先举个例子 在日本的西表岛的西表山貓 他们整个岛里面都是有高度的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限速 那甚至他们有减速条 减速条不是为了给人减速的 而是你车子经过的时候因为减速条 而你会不自觉一定得要放慢速度 这样子对于我们的野生动物来说 它会是一个直接的保障 透过道路的设计来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 透过道路的设计来改善价值的行为 请问公务处 我们有没有针对在保护食物 避免他们在遭受入杀 在工程上面 有没有做过研究计划 这一块我们农业处这边 今年下半年 会好